新北市议会在议员就职之后 25号也同时进行了正副议长选举 首先进行的是议长选举 国民党籍由寻求连任的蒋根皇参选 而民进党籍则资深议员高敏慧参选 选举是采取记名投票 而第三届议员当中 国民党籍有33位 民进党籍是25位 五党籍6位 五党联盟是2位 经过投票开票的结果 蒋根皇获得了39票 而高敏慧是25票 蒋根皇议长连任成功 他感谢议员们的支持 也感谢所有的同仁 这次的支持 让我想象这次的得票率 在我想象更高一点 也谢谢所有的同仁 谢谢大家 紧接着进行副议长的选举 国民党籍是由资深议员 过去也曾经担任副议长的 陈宏元参选 而民进党籍则由寻求连任的 陈文志参选 结果陈宏元获得了39票 击败了寻求连任的陈文志 当选第三届新北市议会副议长 这次的支持 再给宏元机会 来担任副议长 那这次的选举 结果大家看得出来 我们老百姓希望过安居热月的 好生活好日子 那我们也努力的 坚出市政府 把这些民生问题的民生做好 国民党籍蒋根皇搭配陈宏元 拿下了正副议长宝座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在选后 道场与议员们一一握手道贺 府会监督合作 也期盼能为地方争取更多的建设与福祉 数位天空新闻板桥厂报道